如何学习道教经典 奉道者在日常宗教修持中 尤为讲究文经听法的功德 顾名四义 文经听法是指聆听并学习祖师传下的诸多经典 并从经文中感悟出对自我修行有益的道理 道教中历来便崇尚经功耗力 认为在穷书宝籍之中隐含着许多修真秘药 不论是初学道的小道头 还是已经悦有所成的老修行 皆对无上经保持有恭敬心 道教经典可分为三栋四辅十二类 又有列位神仙主师讲说不同法门 这就很容易使学道之人产生迷惑 究竟哪一部经典才是适合自己学习的呢 在修道的过程中 找到一部真正适合自己修持的经典并不容易 人们在不同的修行阶段 对同一部经典的认知也会发生改变 所以并不需要去纠结什么样的经典适合自己 真正值得思考与反省的 而是要学会如何才能把文经听法的内容转化成为自身的知识储备 并能把理论之适用于实践修行中 学什么经典的问题根本上是如何学义之用的问题 尤其是要学习的问题 尤其是要学习的问题 也有法联系统优合自己的内容 联系统合自己的经典 論语文字幕语文字幕就语文字幕 相联系统合自己的人 有法联系统合自己的经典 思考感到自由 理论者和您的译者 经典之一 文字幕提供 為すれば新學生的教材 在大學有可能性 provided 是教學生的教學 在教學的教學 有些教學生也多會講 功底藉的教學 財使其教學是相當雖然理解 學習教學學習教學 學習學習教學的教學 教學學學習教學 學習教學會學習教學 學習教學學習教學 the cognition of the same classic may also change so you don't need to worry about which classic is suitable for you it is really worth thinking and reflecting rether it is necessary to learn how to transform the content of listening to the scriptures and listening to the darmen to one's own knowledge reserved and to be able to apply theoretical knowledge to practice the question of what to learn from classicsis fundamentally a question of how to apply what you have learned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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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